大家好,欢迎来到补语课程,我是安娜老师 今天我们第八单元的题目就是Fans et Compras 我们看一下今天要学习哪些语法点 我们今天要看颜色的表达 我们认识一下颜色 然后第二呢就是 非中读,间接,宾格,人称代词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这个名字有点长,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pronomis, besuais, obliquos, indirectos 再来一次 pronomis, besuais pronomis, besuais就是人称代词的意思 obliquo,就是间接, indirecto 就是非中读,间接,人称代词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下颜色的表达 颜色的表达我们先看一下 比如说外套是什么颜色的 怎么问这个颜色呢? 外套,首先外套 这个词,这个名词我们是说 kazaku kazaku是阳性的 o kazaku 那么就说 jikikor el kazaku jikikor el kazaku 这什么颜色? 这个外套,这个 kazaku zikikikor,是什么颜色的? 好,外套是灰色的 灰色我们怎么说呢? cinzento o kazaku é cinzento 就是这个外套是 cinzento的 下面,鞋是什么颜色的? 这个鞋怎么说? sapato sapato de que cor são os sapatos? de que cor são os sapatos? 就是鞋是什么颜色的呢? de que cor? de que就是什么,对吧? cor,颜色, são os sapatos sapato,为什么它是复苏呢? 因为鞋,它对于双的,对吧? 两个 两支是我们的复苏的 são os sapatos 下面鞋是黑色的 os sapatos são pretos 一样的就是复苏复苏复苏 你看,复苏复苏复苏 os sapatos são pretos 这个颜色呢,它是形容词 所以它也要根据那个名词 当复苏而变化 好,我们一起看对面 Maitaoshi叫Yanseada De que cor é o casaco? Maitaoshi HUYSEADA O casaco é cinzento De que cor são os sapatos? Os sapatos são pretos, tá bom? 现在我们看一下 As cores,Yanse 首先第一个HUANGSEA AMARELO AMARELO HUANGSEU CINZENTO Lanseada AZUL CHENseada COR DE LARANJA COR DE LARANJA BRAINSEADA BRANCO FANRONSEADA COR DE ROSA COR DE ROSA COR DE ROSA ZONSEADA CASTAINHO GINHUANGSEADA DOURADO DOURADO GINSEADA PRATEADO LLYSEADA VERDE RED HAYSEADA PRETO HONSEADA VERMELHO VERMELHO HO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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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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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R DOURADA VIRG 不改,其他都可以改,我點紅的,這個,這個, 藍色也不能改,還有綠色的,這四個沒有那個陰陽性變化的話,其他都是有的,我們再來讀一遍 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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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verde, preto, vermelho, roxo, tudo bem?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as coris,我们的颜色 下面我们看一下,需要注意的几点是什么呢? cord de rosa,粉红色,还有cord de laranja,是那个橙色 也是形容词,但是它们没有阴阳性变化 但附属的变化因此,所以我们说一个裙子,vishido是裙子,对吧? 一裙子一裙子,一裙子是裙子,它就直接这样子没有? 裙子是裙子,裙子是裙子,另外一裙子是裙子,还有裙子是裙子 裙子,裙子是裙子一裙子,两裙子是裙子是裙子 这个单副素是没有变动的 另外,上述颜色都同时可以作为阴阳性作用 比如说,你看我刚才说的,对吧? 红色,Remilio,它是以O结尾的,对吧? 那它是阳性的 那如果我要指一个阴线的东西,就直接把O改成A就可以了 你看,红色是一种幸福的颜色,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喜性的颜色 O Remilio e Uma Corp Feliz 就是一种幸福的颜色,一种快乐的颜色 O Remilio e Uma Corp Feliz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红色是一个幸福的颜色 那我再做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Vishido,对吧? Vishido,这个裙子Vishido是阳性的,对吧? 红色的裙子Vishido,Vermilio,阳性的,Vermilio 但是如果我要说一个衬衣,它是阴性的,我要说一个衬衣红色的,那我就可以写 Kamiza,阴性的,对吧?Vermilio,你看红色的,Vermilio 它以Kamiza阴性的,然后直接把那个Vermilio,那个O改成A就可以了 Kamiza,Vermilio,Vishido,Vermilio,这个阴阳性的变化是可以的 除了刚才我画的,在表格中画的这4个 点红点的这4个是不能变的而已,其他都可以变的 好,现在我们就进入非中毒间接冰格人称代词 就是我们的pronormis besides obliquus indirectus 颜色很简单的,颜色已经过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第一点呢,冰格人称代词 它是来干嘛的呢?充当动词冰语的人称代词被称为 冰格人称代词,那我们看一下它可以分为有哪几种 首先第一个,直接冰格人称代词 另外一个呢,就是间接冰格人称代词 所以一个是直接,一个是间接,然后我们看一下 直接是什么意思呢?你看, eu konei so te 直接是我认识你,这个te就是反称代词,对吧? 我直接叫我认识你 那另外一个呢,我给你开门 这边呢,是什么? abro te a porta 这个是间接的,就是我帮你开门的意思 abro te a porta 你看这边呢,我们加了这个a在这里 加了一个a在这边 那这边呢,是要用不用前置词的 那这边呢,是用前置词的 可能怎么样呢?abro a porta para ci abro a porta para ci 你看这个一个是我们用了一个te 另外一个呢,我们用了para ci 对吧? 用前置词是para 这边呢,我们就没有用para 我们就直接说abro te abro te 就是给你的意思,给你开 这个abro是谁开呢?我开,对吧? abro te a porta 就是我给你开门的意思 那这边我们用了一个前置词 para para是给的意思 para ci abro a porta para ci 这边呢,是不用前置词的一种说法 这边用前置词用para 这个一种说法 好,下面呢,反身代词 我们怎么用呢? levento me cedo 这个反身代词它是反到上面这个人称的 Levento 这个动词已经第一人称,对吧? 我起来 我起来 我 levanto 那Levento me 就是反身代词强调性的意思 那这个不一样了 这个呢 这个呢,我们就是说什么? 是宾格人称代词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边是有个 我在这边的 我打开 我打开 这个te呢,它不是做反身的作用 它不是指向我 而是指向你 所以这个我们就说 宾格人称代词,对吧? 好 这边 Levento me cedo 我起得早 Levento me cedo 下面呢 下面就是补语代词 Ele vai comigo 那这边呢,我们用了一个 comigo 跟我 他跟我一起去 Ele vai comigo 这个呢,可能稍微第一时间看的时候有点混乱 之后我们也会有个表格 让你们看得更仔细一些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Ele vai comigo Ele vai comigo 这个是直接 哪个人称代词 没有用到那个前置词 也没有用到那个定罐词 对吧? 那下面 哪个人称代词呢? Abrote a porta abre a porta 这个是没有用前置词的情况下 那用前置词呢 用para 这个呢 就是 Abrote a porta para ti 好,下面也有一个反称代词 Levanto me cedo,Levanto me cedo,Ele vai comigo,他跟我去,你看,所以这边 De,Para chi,Levanto me,comigo,对吧,这几个之后我们会更详细的来学习他们 好,下面这边,非中读间接哪个人就带着你们接下去 从发音上来讲,又分为中读兵格人称代词,还有一个非中读兵格人称代词 我们不会怎么说呢,一个是toniko,一个是atono,一个是toniko,atono 比如说上面我们见到那个parachi,这个chi,对吧,我们在这边见到的parachi 这个呢,我们就是什么呀,中读兵格人称代词啦,chi,它是toniko 然后一个ato呢,就比如说上面我们见到那个te还有me,te还有me是哪里呢 你看这边,te con eso te,abro te,或者Levanto me,这个呢是非中读兵格人称代词,对吧 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一下非中读间接兵格人称代词,这个干嘛呢 在句子中替代动词的间接兵语的人称代词就叫间接兵格人称代词 间接兵格人称代词呢,有中读还有非中读的两种读法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中读的,比如说parachi,那个chi是中读的 又非中读呢,就是te或者me,这些都是非中读兵格人称代词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形式,非中读间接兵格人称代词与主格人称代词的对应表 好,我们看一下,记住,这个是非中读的哦,非中读的 好,那主格人称代词表我们有什么,eu,tu,Eli,Ela,Vose,O,Senyor,A,Senyora 对吧,这个是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主格人称代词表 那下面这边,间接兵格人称代词有什么,me,te,le, 这是间接的,主格人称代词的负数有,Nós,Vocês,O,Senyoris,A,Senyoras,Eles,Elas 那这边有间接兵格人称代词的,Nós,Vos,Les 好,我们看一下,eu,me,tu,te,Eli,Lé,Nós,Nós,Vocês,Vos,Eles,Lés 对吧,这个表格需要背起来的,非中读间接兵格人称代词表 所以,第一人称就是me,du,的时候就是te 第三人称就是le,附数我们,Nós,Vocês,Nós,Vos,Eles,Lés 这个表格一定要注意了 好,这边,第二个,用法 这边的用法这边呢,在上下文说话的双方都清楚的情况下呢,那就比较好了,对吧? 为了避免重复,那在葡萄牙语中经常就会用非中读间接兵格人称代词替代 动词的间接兵语就没有那么重复了,不会说同一个事情就是他他他他什么什么,对吧? 所以,有换了一种说话的形式,一样的意思,可是,那个句子就更有新鲜感了,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比如怎么,有什么例子呢? 这件外套你穿的挺合身的,那,okazaco,ficate,ben 这个te就代表你了,okazaco,ficate,ben 这个te就是你,给你穿的挺不错的,那我们就可以不用说para você,或者parachi,对吧?ficate,ben 那这边,pote pasarme,这个me呢是,passar是转,地的意思,olivro 这个me是什么呀?你可以转给我吗?那这个livo,你可以把这个书递给我吗?那这个地套我就直接不用说parami,我就可以说passarme 直接跟动词连在一起,加一横在中间就可以了,对吧?pote pasarme,olivro 你看这边一样的,如果要连接那个间接兵语的话,我们直接动词,然后画一横,然后加一个te,me 这样子就可以了,tabon? o kazaco,ficate,ben 就是这个外套在你穿的很合身,那这个livo,你可以把书传给我吗?pote pasarme,给我,这个me 是我,对吧?olivro 或下面,我明天把钱给他们,vou darles,这个lis就是代表,elis 对吧?elis,o dinero amanhã vou darles,o dinero amanhã,我要给他们这个钱,tabon?我们再来一遍 o kazaco,ficate,ben 下面,pote pasarme,o libro 下面,vou darles,o dinero amanhã,tabon?那这边te代表你,你穿的很合身,me代表我,你可以帝给我吗? 还有les代表他们,我要把钱给他们,我明天要把钱给他们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间接,宾格,人称代词,替代,动词的间接,宾女 这个为了避免不要重复,不要太长期,说的太多,太啰嗦的这样,这样的形式 那这个我们看,非中毒,间接,宾格,人称代词 但是呢,很多情况呢,要要求,非中毒,宾格,人称代词,提到动词前面 这个呢,不一定有时,有时是在后面,有时在前面,可是有些情况,他就是必须在前面的,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在否定句中,否定句中呢,他经常都是提到前面的 那提到前面是什么样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的动词在这边,ficate 这件外套我穿着不合适,这个ficate就是这个动词了 este kazaku 这件外套,no me,ficate 所以这个me,本来它是这个ficate 对吧,ficate 在我身上穿的挺好的,那在否定句中呢,我们就把这个me 放在前面了 第二,在带疑问词的特殊疑问句中,比如 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呢?然后我这边用了quando,quando 这个就是特殊疑问句了,对吧?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 quando es que me das o dinero 这个me das,你看动词在这边,das,que,对吧? tú das,是tú的变化 me das,那这个me就把它摆到那个das前面了 quando es que me das o dinero 你什么时候给我钱呢? 那这个是第二点,是带特殊疑问句的 第三点呢,是什么? 在由关系代词重俗,连词引导的重句中,比如什么呢? 关系代词是哪一个呢?我们看一下这边 a shes que este kazaku meficame a shes que,我用了一个que,对吧? 这个que呢,就是什么?就是连词把它连在引导另外一个重句的que的用法 那有这个que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摆到动词的前面 然后我们的动词在哪里呢?fica,对吧?fica就是什么?这个句子的动词 你觉得这件外套我穿着合适吗?a shes que este kazako meficame 你觉得这件外套我穿的好吗?a shes que este kazako meficame 你觉得这件外套我穿的好吗? 所以有这个que,关系代词可以引导重句的话 我们就把me放在动词的前面 好,下面另外一个 你认识教我们普语的老师吗? 那这边我们也是加了一个que,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我的动词在哪里呢? 动词ensina,教,对吧? 那这个nos就是那个兵语了 conheces o professor que nos ensina portugais? 你认识吗?对吧?conheces o professor que nos ensina portugais? 这个nos就摆到动词前面了 你认识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吗?tapó? 所以这边我们有一二三有三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这三点的情况下呢 那个兵语可以摆到动词的前面的 那就是有什么呀?第一在否定句中 第二呢在疑问特殊疑问句中 第三呢就是有那个que,可引导重句的 这三点,好吗?好,我们看下面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内容 颜色的表达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那个表格我画了四个对吧? 那四个呢它就是阴阳性单负数都是没有的 它是固定的,你就这么写就可以了 那其他呢它就可以有那个阴阳性的变化 还有那个单负数的变化 然后今天我也学了那个非中毒间接兵格人称代词 这个呢可能会语法当中会有点比较复杂 但是呢我们之后会更详细的介绍它 那今天把我们今天看的那个表格 那个跟主格人称代词的那个表格 一定要把背起来 比如说我,我的时候就是me,对吧? 比如说你那本书你可以递给我吗? 我就不用这么长的这么说了 我可以直接说basalme,basal是递对吧? basalme,就是直接在动词画一盒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 好 我们今天还在这儿 我们今天看到了 相互适合所以可以说 还是在那边绒 我们之后 我会明白的 你们现在现在给我的 我们的整个人